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呢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这是复利的七二法则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宝可梦你不是很常在这个电视节目 然后还有就是文章里面分享这个 很重要的数 这个我们的法则了吗? 那为什么还要再特别讲一次? 因为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概念 那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个统整的介绍 让大家可以去理解 这个我们爱因斯坦讲的就是 这个复利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包括原子弹也是因此而创造出来的 所以七二法则复利一定要去理解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我们的正题 这个正题呢 今天会跟大家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什么是七二法则 我会介绍给你听 那第二的话呢 如果你有本金一百万 到底多久才可以翻一倍呢? 这个一百万这个数字 大家有没有听起来觉得很熟悉 因为我也很常 就是在节目上面像评官点 他之前邀请我去讲说 小资主只不过存到 存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然后还有我们的讲座里面 也是持续不断的跟大家讲这个概念 所以一百万这个数字 对大家来说都很重要 那当然也有另外的 不同的专家或者是 财经学者 他们会对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个数字有不一样的见解 稍后再来跟大家聊聊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负利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 我们会用几个例子 然后来简单试算给大家看 然后到时候就是跟着看 你就知道到底负利是怎么计算的 好不好 好来 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到底什么是负利的七二法则呢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是跟艳丽姐有同台 然后在那个JET的一个节目 好像是这个谢祖武他的这个 这是什么 名侦探什么 名侦探 名侦探不是名侦探柯南 反正就是一个谢祖武主持的节目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邀请我们去 去那个现场里面去了解 讲信用卡 然后讲一些利息的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一点功课 找了七二法则来跟他解释说 这个负利的威力 那时候艳丽姐他也非常的就是 认可我讲的话 把我的图板拿去讲 讲这个所谓的负债 也不要让你的钱 因为七二法则就是滚了一倍 所以七二法则真的很重要 那到底什么是七二法则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这个规则先跟大家讲 再来看公式 七二法则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让你去理解负利 怎么样才能够就是 让你的本金翻一倍 这其实是用来概算这个 已知的年花报酬率的情况之下呢 计算出你的本金大概多久才能够翻一倍的公式 公式在下面 基本上就是七十二除以R R就是年花报酬率的部分 那么依时间长度 不等 然后就会有这个 让你的本金翻倍的可能性 那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永丰大户数位账户提供的是高利活存 1.1% 好那我们先不管它到底可以让你存多少钱 比如说你放50万1.1%在这个产品里面 那到底多久才能够翻一倍呢 我们简单现在算给你看了 因为就是七十二除以这个 刚刚讲到的1.1% 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数字叫做65.4545 好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本金放在这个大户里面 65年 那么它就会翻一倍 好所以如果你的钱是放在1.1% 或者是这种零点几%的这个数字 放在这个银行账户里面 其实你的本金要翻本 其实你都要花不少时间 那现在再提供大家另外一个思考 就是之前不是一直有在炒这个所谓的 公务人员的优存18% 那你就想想看 如果你有50万 那么你放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利活存 或是高利定存的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账户里面 它多久可以翻一倍呢 你就可以用72除以18 这个数字你就会知道答案是多少 好我们也来算一下好了 你就会知道说这个负利的威力到底是怎样的 刚刚是18%吗 好我拿去 4年所以50万只要4年 它就会翻成100万 接下来你的100万 再4年就会翻成200万 好这个就是负利的威力 你不觉得还蛮神奇的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不是 我找了10年出生 然后我就是考上公务员 那我就可以用到这个所谓的公公人员退休专用的这个18% 甚至有一些银行它也有针对这个所谓的行员有提供这个行员专属的高利这个定存或是高利活存的专案那你都可以放好很多很多钱进去然后就尽量让它去升利息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负利的威力 所以公式拜托你一定要稍微记一下 真的不困难 72除以那个数字之后算出来的数字 就是你基本上你要多久你的本金就会翻一倍 那再来聊一下就是100万到底多久可以翻一倍 那刚刚已经有算过 就是如果你是100万然后放在大户的话 1.1%你需要65年才能翻一倍 那假如说你放在比如说Benkey好了 Benkey有2.6% 你就把72再拿来除以2.6 你就会发现你的本金要多久会翻一倍 再快一点27年就可以翻一倍 所以你如果5万块然后一直放在Benkey的话 27年后它就变10万块钱 也是有点久了 就是这个银行到底会被撑那么久 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优惠是不是可以走那么久 都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考验人性的 就是银行所推出来的高利活存其实都是走短期的 它有可能这个上限的部分会一直往下调降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让你的资产翻倍 放在银行的账户其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 因为他们的利率都太低了 好那简单来计算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年化报酬率7%是一个很OK的数字 那你到底本金多久会从100万翻到200万 你把72除以7算一下 10.28年所以也就是说大概10年左右 你的本金会由100万翻成200万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本金是1000万呢 是不是在10年之后它就会翻成2000万了 所以你在想说当我们现在还一个月辛苦的村 3000 5000 1万块钱的时候 其实那些有钱人他们的本金放在市场上面滚 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就放在那边而已 时间到了他的本金他的资产就会翻一倍 你就会觉得说原来有钱人其实都是靠资产在成长 但我们这些小资组就是一点一点存 一点一点存 所以这也是用这个数字来跟你讲说 你其实存钱存下你人生的第一桶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再回来聊一下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定义 其实都不太一样 像宝可梦或者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所认可的第一桶金 可能就是100万 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因而異 因为你也可以认定说我没有办法存那么多 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小的本金就可以开始做投资 可以 也许你可以设定第一点 比如说50万 那你就可以开始来做资产翻倍的这个动作 但我个人认为 你还是要把钱存多一点 这样子他滚的利息会比较大 就好像滚雪球效应嘛 你的雪球本体太小的话 他其实没有办法帮你带进太多的这个血 就是把他抓进来 但你的本金你的雪球够大 那么其实你的确是可以靠着他产生很多很多的富力 就真的像滚雪球一样 从山坡滚到山底就像一个超大的雪球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我一直跟大家耳听面面的讲说 一定要存钱 而且要越存越多 尽快存到100万 希望不要把它当耳边风 真的要去做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就是玩一玩这个富力的威力 其实我在我的讲座里面 也一直有提供这样子的这个网页给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来玩一下 到底富力这个威力可以差多少呢 我们简单来算一下 比如说我们玩定期定额好了 因为现在大家银行啊 然后就是基金业者都跟你讲说 小资主1000块投资 3000块投资 然后就是时间到之后 你就是会拿唯一笔钱 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我们用这个来算给你看就知道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直接写3000好了 每个月都存3000块钱 那你就是把钱放到市场上7%的年化报酬率的产品 你就放10年 那你觉得10年之后你会赚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按下去就会发现 我的本金大概是36万 然后我的投资获利是15万 这个每年都放下去 持续的滚富力而不把钱提出来的前提 那么你可以拿到51万左右 你想想看 如果你3000块囤10年才51万 那你是不是存20年 大概就有100万了呢 有没有 153万 这边有看到你的本金可能是72万 那但是他的富力会帮你滚出 接近80万的水准 所以你不要小看富力 富力的话就是时间一拉长 他会让你的本金翻一倍 就像是少少的3000块 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存了20年 那你只有150万真的也太少了 所以我会非常建议你 比如说你把你的存款 而拉到1万元 那么你存10年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本金可能是120 然后你的投资获利为多少 50万 所以你这样加起来的话 本金加利息大概会来到172万 10年之内你就有快要200万的利息 那本金加利息啦 几乎都快翻一倍了 但如果你比如说你存到13年好了 那他其实应该已经都可以快到200万 然后250万了 有没有才多三年而已 你的本金就从150跑到250了 所以你的本金真的是越大 滚雪球的这个机会呢 才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 也请你们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每个月只存3000块 真的不够 一定要至少存1万块钱 起跳 那再来的话 我要再跟大家再去聊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我预计要在20年后退休 然后呢 我预计 我目标存多少 我不要存太多 我存500万好了 我这边写500 那我的预估通膨率 我大部分都打3 那目前宝可梦本身上的本金 大概有100万了 所以我把它打上去 在我有100万 然后预估年化泡轴率7%的产品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我希望我可以在20年后存到500万 我现在开始每天要存多少 来算一下 有没有 我现在每个月只要持续的投1万块钱 那么连续20年之后呢 我的本金就会跑到903万这么多 哦 所以你就会知道 其实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笔本金 然后再持续的再把钱投进去的话 你的速度会更快 比如说我现在把我的本金这个数字消掉好了 记得哦 刚刚算出来的数字是每个月要存1万块 然后20年后就可以来到900多万 903万 但是我现在的本金是0元 少了100万 你看我现在每个月要存多少 每个月要存7000块 17000要每个月持续的投进去 那之后最后才会来到903万 所以这个数字你就会知道说 当你有没有一个本金 一个让你滚雪球的 那个雪球的本 会对你有产生很显著的差异 你一个月要存1万7还是一个月要存1万块 如果你是小资存的话 天呐 你等于是薪水只能够花5000 然后剩下的1万7要全部投到市场里面 你敢不敢吗 这个真的是很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数字 用今天这样子一整个系列的试算呢 就可以让你去理解到说 你现在存的钱永远都不够 而且不能只存3000 想办法说存5000 1万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赚的钱没有那么多 怎么办 学学宝可梦 赶快认真的去经营自己的副业 开始想办法靠这个赚钱 好吗 因为 唯有你现在越努力的把钱投进去 靠着富力 你将来才有可能越来越早退休 才能够达到你的fire的境界 好吧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认真的去学习 好吗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宝可梦的金句 就是总和今天一整天的学习 跟你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 负利的威力呢 其实是比原子弹还要可怕的 这是爱因斯坦讲的话 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谨记这句话 不要小看负利的威力 也不要去忽略负利的威力 也不要只是单纯的开数位账户 然后就把钱傻傻的放在那里 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明明就可以提早退休 明明就可以享受复利的成果 为什么不把钱就是放到这个奇葩的投资标的呢 如果你对奇葩的投资标的真的有兴趣 请你要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 我在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最新的理财知识 好吗 现在请你跟我这样做 请你跟我这样做 赶快把下面的这个订阅按钮按下去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理财资讯送到你家 也别忘了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原子弹 复利的威力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